李延哲卖了5000万根本不可能 郭世强被骗广州队不是让他来拿冠军 而是培养球星卖个好价钱 网传广州队两年亏了4000万 所以卖了李延哲5000万填补窟窿 但是周期也就值2000万 那么李延哲到底值多少钱 没有郭世强他连100万都不值 李延哲10岁就来到广州南岚打球 因为父母出家 李延哲成为有父母没人抚养的半个孤儿 还好广州南岚看好这个孩子 让他吃在广州队住在广州队这一住就是13年 他以为他会为广州南岚打一辈子球 未想到像养父母一样的球队也会有困难一天 为了报恩他像个商品一样被卖到新疆队 还有一个受害者就是郭世强 说好的来了是为广州南岚夺冠 构建一个冠军体系 郭世强也为了广州队 拿来很多辽宁籍的天才少年 没想到在培养崔永熙和李延哲等一流球员后 广州队出现严重的资金危机 直接拿球员抵债 李延哲从一名普通球员 直接被郭世强三年培养成青年 韩德军 本赛季场均10.6分6.8篮板 1.7个盖帽更是联盟第三的炸裂数据 按照周期的身价评估 李延哲起码值1000万 这1000万基本解决了广州队年前的运转费用 至于剩下的3000万 可能后续依然会卖出崔永熙 崔永熙的身价猜测值1500万 如果本赛季郭世强再调降一下 可以卖到2000万 毕竟郭世强能培养出郭艾伦 韩德军 贺天举 高诗炎这样的明星球员 广州队看好郭世强的造星能力 郭世强虽然不满 但是尊重俱乐部的决定 毕竟广州队真的要接不开锅了 实在不行 你把我淹卖了吧 哪支球队想拿冠军就把郭指导买走 广州队冠军架构已经解体 郭世强表示 我已经没有了双拳 能让广州队走下去的只有职业精神了 郭世强 郭世强